在别人眼里 这只不过是一推看不起眼的动物内脏 但对这些逃亡的难民而言 这是可以饱餐一顿的美味佳肴 看到他们的生活是这一副惨状 斯巴达感到万般的难过 虽然斯巴达给了他们自由和做人的尊严 但现在却带给他们这种实不果腹的生活 于是斯巴达下定决心 打算攻占一座城池来解决现在的燃眉之急 再经过几人的商议决定 他们打算攻下附近一座叫西流艾沙的城池 此城四面环山背后靠海 不仅有着丰富的资源补给 而且气候温暖很适合过多 但屠夫却说想要攻下这座城池也绝非易事 坚固的城墙上都有着重兵把守 市政官担心奴隶们会造反 任何进入城内的人都不可以携带武器 所以想要拿下这座城池简直比登天还难 在一旁的甘尼克斯突然想到 他之前在城里认识一位铁匠 只要给到他足够的银两 就可以让他帮忙锻造击巴武器 屠夫也说自己之前的主体 在城里是一位有头有脸的达官贵族 进城的时候可以报上他的名号 补过士兵的盘查 有了这些条件 斯巴达开始部署作战计划 先让几个人混进城内 趁着夜色 杀死守卫兵为起义军打开城门 就这样斯巴达第二天开始 乔装打扮成商人 跟克雷斯还有甘迪克斯一起混进城中 看门的士兵对斯巴达几人进行了盘问 他们差一点就露显 好在斯巴达爆出了城中那名达官贵族的名号 他们这才顺利地混进了城内 因为受到斯巴达起义的影响 这座城市的奴隶也开始蠢蠢欲动 为了能达到杀鸡紧活的效果 他们决定对这名奴隶处以实险 市政官跟他的夫人莱塔也来到了现场 虽然莱塔贵为市政官夫人 但他却有着一颗非常善良的心 他想请求自己的丈夫饶了这名奴隶 可是并没有成功 于是他失望地离开了这里 实行是罗马最残酷的一种刑法之一 人们拿着石头不停地向兽行人扔石头 直到兽行人被活活砸死为止 斯巴达不忍心让他遭受生不如死的痛 于是重重地扔出一颗石头直接送他安息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克雷斯叫上斯巴达赶紧离开这里 随后他们就找到了铁匠 并给了他一笔无法抗拒的营养 让他现在锻造两把武器 他们约定今晚就过来取 斯巴达跟甘尼克斯留在城内等待夜幕降临 克雷斯则出城通知爱立冈 让大部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